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假如我是一个浏览器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平常前端所写的 HTML CSS还有GIS代码是怎么一步一步去转换一场浏览器里能看见的图形图像呢 因为前端整个人体系是比较零碎的 很多人提到一些零碎的知识点 还有觉得我都知道 但是我要问这个东西从前到过是怎么串起来的 他可能就不一定能把这个东西从很完整的有一个这样的知识链条 所以我希望把自己前一段时间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问一下在座有多少是做前端改发的可以举下什么 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不相关的部分过得比较快 因为这个QT做的比较认真 很久没做了 然后做的比较上一年收入 比较做三十多遍 然后这个也就想把我知道的关于这个东西的一些知识 全部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个喜欢做谈判板还有喜欢举点大家就可以找我 不关心 不欠妹子 难看也可以 不要喜欢小白 不要小白 我自己不要小白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 我往前往走一点 我们整个的这个解析流程 分较了四个大故事 其实请桌和解析 请桌的部分大家一般是最熟悉的 就是我去翻网络程头 就抓一个 引在CHTML的第一个文件 然后后面的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我们从这个开始探 就知识点号系 这个面试利考 我上下输入一个网址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输入一个网址 然后有可能我就会崩溃了 这个IE有可能干净不错 但是我不是IE 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要搞清楚 这个网址它到底指的是哪一台主机 它的IP在哪 那么我要通过一个 一层一层的一个必规的解析 去查这个DNS DNS不是说我立法就能查回来结果的 我要朝这个根域的一个地址先去查 它会告诉我这个顶级域 这个域名托管在哪些地方 然后我会找一个离我近眼的 或者通过某种算法筛选出来一台 然后再去查二级域 这样一层一层反复地查 直到查到我这个域名 对应的是哪个地址 然后我也有画出来 大家可以先自己看看 我其实就是发微信论的 当你查到了地址以后 就是大家很清楚的 我三次画手和四次规手 我去拿我的第一个 运在HTML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它是网页第一个文件 这个三次画手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备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备 它其实就是双方一个听说能力的互相的确认 我会去问服务器 我说我给你发了消息 你能听见吗 他肯定不过说我能听见 那你能听见我说的吗 我说那我也能听见 这就双方就被听见了 所以这是三次画手 然后我拿到了文件以后 我叫我不要去缓存 那么这个缓存我就要从 它的显示头里面去看我的缓存 到底应该怎么缓存 最一样大家下去自己看 缓存决定的是我下一次 在请出同一个文件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请搜 我有可能我用我本地的缓存 有可能像服务器 发消息去问我本地的缓存能不能用 也有可能直接去发消息抓新的数据 都有可能 里面听了很多神图 大家向你慢慢欣赏 这个解析图 应该都是很多人比较熟 应该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这个整个卧照 我们直接来讲细节 首先我建议大家下去 想了解这边支持的好好看一下编程原理 就是 前端呢 不管你的HTML CSS 和GS 包括大家常用的工具 WebPy Fable 所有提倡的东西 全部都是几个编程原理做的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看吧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HTML 第一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台这个 就是 字节流 你这个字节流 其实是计算机 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从响应口里去查 它到底是怎么编码的 这个响应口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TF8的 如果 你没有写 那么浏览器 会通过自己的一个秀算算法 去确认它到底是怎么编码的 然后 把这个码转换成一个字符流 这转换成字符流 以后大家都能看见 基本上就是你写的一个通道代码 然后 这个代码 其实它是一个一整长的代码 那么这个代码需要解析 我们就要经历编码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分词 那么分词用的技术叫做有线自动机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wile分化 它有很多确定的标签 比如说我现在解析这条文字 我从而是tml的标签开始 前面的这个标签我都说了 我从而是tml的标签 我从而是tml的标签 我第一个标签是data 我得到一个破码以后 我就成为一个tml标签 如果我再得到一个字符 那我就知道我现在是要写这个 我就得到一个字符 然后我的字符 再得到字符 我的状态还会停留在这个tml上 这个tml 会停留在这个tml上 然后我的tml如果得到一个反封号以后 我就会知道 我当前的一个最小的分词单元就已经生成了 那我生成分词单元以后 就会把这些单元全部发送出去 我们就得到最下面的词速 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分词就做完了 然后分词做完以后 我们要进第二个转换 就是我得到的这个分词 我怎么把画构造成这个棒数 整个的构造过程 在最左边 它也是一个状态系 但是它是一个单项 从上到下的 我得到这些关键数据以后 我的状态就会抄下走 比如说我现在解析到中间 要解析中间那一段 文本节点 那么我前面的html 还有pytl这几个节点 就已经先 我得到一个开始标签 我就会把它压到站顶 然后拿一个指针 一支指向站顶 我所有临时生成的这些节点 都会把它挂在 我当前指向的这个站顶的节点上 然后每当我得到一个结束标签 我就会把站顶的这个元素 弹出去 然后直到整个的流通走完 那么这个底下的html 已经弹出来了 那么这个红色的 我们这个动物速度生成了 这是html的解析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看我做了一个这个demo 它就是很简单 只有三个div 这三个div 然后我们生成了六色的这个动物速度 这个html解析完了 我们一开始解析CSS 它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画了很多图 这个下集都给大家 也是希望大家自己下集导看 它经理的过程是一样的 分辞转换 然后得到了我们点击画的一个CSS 大家写过CSS都知道 CSS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器 一套微温机 然后整个齿平的部队 那么CSS解析完了 这个部队就要开始合成渲染处了 这个图是Google的 就是大家会非常熟悉的一个图 我们整个的一个渲流中多 那么layout的那些段是可以省的 就是第一次可能省的 就是大家常说的 一旦牵扯到性能话题 都会一直提到重汇和回流的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步骤 我们会看它先执行CSS 然后去计算样式 然后去布局 然后去渲染 最后去做合成 那么这几个部分 其实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展开车的非常深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 它到底做的什么事情 我今天用人话给大家讲清楚 就是你去执行GS GS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单线程 然后一步的这样一个模型 我所有执行的函数到先推入执行站 然后执行站里面 它会有可能调用UFAPI 产生一些调度任务 那么这个调度任务达到条件以后 我们会把它送到红任务对裂里 然后红任务对裂去执行 每走一个红任务 就会把V任务清空一次 然后我们看到的同步代码的执行 还有页面的渲 它都属于红任务结构 然后大家记得刚刚我们那个GNS完美后 就要开始计算样式 计算样式 计算样式是这样 然后下来是Plus 最后是Element 这几个东西的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在你有重叠样式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删除掉 覆盖掉一些的 所以它叫层叠样式表 那么我们最终会得到一个计算样式 就是最终生掉的样式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样式和之前的造物元素 就匹配在一起 其实匹配的过程就是 我去编例造物数 然后给每一个造物节点 去找它对应的这个能生效的样式 然后能生效的样式 我们得到了以后 我们开始做不觉 不觉是什么东西 不觉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平面的行为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要绘制的东西 其实都是基于合模型的 就是你薄杆上面的蚊子啊 图片的东西 实际上你在那个浏览器上 无非就是画了很多很多的方块 那么这些方块 实际上它最多需要的数据是什么 就是 位置和它大小 如果大家用开发色就知道 我只要指定它走上面 然后指定它要勾勾勾翻 就OK了 那么 我去得到的不觉 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从平面上看 这些元素的位置都是对的 但是它可能覆盖顺序是错的 比如说刚刚我做的那个那三个颜色的 做的那三个颜色的那个矩形 DIV 它的这个顺序就是错的 就是我们不能按照盗墓数的顺序 来构建这样一个视图的标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生成一个新的树 就是第二个树 就是这个昨天我看看谁在全面还发了 关于这个层叠创下文的问题 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解释了 为了解决这个层叠顺序的问题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树 叫做渲染树 就是我们把之前的渲染对象 拼携成层 它的顺序 它的原理是说 我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 这个叫绘制的元素的层进往高上 以免得给别的东西覆盖 红色的东西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 一个定位的标准 就是定位的东西 我就会给它单独升层一层 如果不满足任何标准 那么它就按照这种继承 复节点上就知道 就像我最后一点说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有房子就住你自己了 没房子就住你爹的 你和你爹都没房子住你爷的 就是这样 还爷子没房子 那你呢 那你呢 不分过吧 然后 我们来看这个断武术 我们来升层 然后第一个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比较细 就是说 OK 第一个呢 我们BOX1和BOX3都是定位的 那么 我第一个 我给我的第一个节点 它就生成了 这个是有好事有效的 我的第一个这个节点 它是有定位的 那么它就当作生成一层 然后我的第三个节点 它也是有定位的 也当作生成一层 第二个节点没有定位 它就复他爹这层 然后 然后 第一个节点 这个BOX 和这个BOX3 它们两个的Zendence 不一样 然后 Zendence 默认的是O2 就是说它自己是不创建层结上的 它是跟G级是一样的 所以 BOX1 它的层结 又要比这个BOX3 要高一点 那么 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 RenderTree 以后 我们在来绘制的时候 只要从跟节点开始 一层一层的去绘制 就不用担心元素 被覆盖掉了 所以 大家如果去看 关于浏览器渲染原理的时候 你看到 关于有RenderTree 的时候 就会知道 它是为了解决层叠的问题 布局的问题 其实不影响 你的顺序 其实并没有 你的二组标的 这个组织的顺序 然后 我们再来看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的 1号 和3号 这两个方块 层级提升了 然后 我的 红色这个方块 它没有任何的定位表情 它竟然留在了 副层这一层 那么 这一层通常 其实是正常的 成绘的 文档楼的 这个层 元素是比较多的 但是 因为刚刚 这个线码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这个方块 BOX2 它是有一段段话的 所以 它是不停的 需要去动的 它不停的去动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它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所在的 这一层的元素 所有的都得 不停的重新绘制 为了配合你的运动 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 这个地方 就要牵涉到一个新的 合成层的概念 从浏览器算上来之后 它会把红色的这一部分 单独提出来一层 但中间我也写了很多条件 它是满足了 Transform 我们的这些动画 它单独提成了一层 这样子 无论你在这一层上 你怎么绘制你自己的行为 绘制你自己的样子 你是不会影响其他元素的 到最后 我只是要把你从上到下 重新合成一次就行了 它也是为了提高一个 重备效果 然后最后 我们从Chrome上 大家知道 Chrome下面一个工具 它是可以看到这个 你自己的分层结果的 但是这个分层 它不是我们所说的 Render Layer 因为现在浏览器 它基于这个架构 整个都已经是 蓝音量混合的 这种合成层的模式 你很难去 除非你自己编绎一个 webkit 然后去用那个 有一个工具 叫做DumpRenderTree 这样的工具 它可以看到你整个 绘制所有层的这样一个 结果 大家有感觉 可以搜一下 从浏览器直接看见 就是合成层的结果 而且一般 你选中任何一个层 现在都会告诉你 这一层 是因为什么原因 被提升成一个 单独的合成层的 然后你最后所看到的效果 就是从上到它叠到一起 生成了一个 平面的效果图 然后 然后 就 OK了 我要分享的 就 然后 最后是我的 我自己的 那个微信号 还有我的 那个 那个 bithub的 因为我是平常是写 寄属博客的 就是写前端的 那个bithub 因为传统是比较慢 我在上面放的就是电梯 我之前 我自己的独特是在那个 国会员上放的 是 已经 应该又要不光了 我写了大概一年半多 115篇 大概都是 很基础的 没有什么 就是 不怎么牵涉三大框架的 这种应用技术 基本上就是我认为 前端应该掌握的一些 基本的技术和基础原理 它学起来比较慢 但是我认为很重要 大家如果感觉就可以看一下 然后 最后就是 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 这个bithub我都给到大家 就是 我这一天里面 牵涉到一些话题 你们可以去做 科外阅读的东西 这个你放到 这个阅览模式下 点一下 所以呢 连接地理就会谈开 就是 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 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